第七题,指令将内装大理石粉末的假气球套入内装盐酸的锥形瓶,另外将内装氯化钙溶液的乙气球套入内装碳酸钠溶液的锥形瓶,两边药品都未混合前,上米添平成平衡状态,实验装置如幼图所示,关于实验操作和实验结果,下列哪一项叙述正确? 而我们看得到,这里我们的气球套入锥形瓶成为一个密闭的容器,大理石加盐酸会产生二氧化碳,氯化钙加碳酸钠会产生碳酸钙沉淀,但无论是产生了气体或产生了沉淀,都不会离开我们整个实验装置气球套入锥形瓶中,也就是不管我们有没有将大理石加入盐酸, 不管我们有没有将氯化钙加入碳酸钠,我们的质量懂和都会保持不变,所以原来成平衡状态的,后来仍然会成平衡状态,所以第七题问我们哪一个叙述是正确的?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,假气球内的大理石粉末倒入盐酸的锥形瓶中,以气球不操作,但无论我们如何操作,答案都结果都是,我们的天平的指针仍保持不动。 我们的天平的指针仍保持不动。